之前在您体验过壮丽的大自然 可口的美食 还有热情的夜生活之后 这一集的菲律宾Found系列报道 要带您去首都马尼拉 这个亚洲少有古老和现代金融并蓄的城市 一面是16世纪西班牙殖民统治者 所留下来的古城区 一面是亚洲最大的购物中心 还有今年新开幕的这一元赌场 时髦洋派的高级购物区 拥挤草杂的大众运输 菲律宾不只有东南亚国家特有的热闹世荣 也找得到丰富的历史离运 例如首都马尼拉的城中城Intramuros 1571年由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建造而成 环形石头城墙将古老城区包围起来 内部有教堂住宅学校以营聚全 据说当初只有西班牙人残念支柱在城区里面 Intramuros的城墙总长大约三英里 而像这样的进出口大约有八个 城中城占地64公顷 一共有三大景点吸引游人参观 首先是拥有440年历史 全菲律宾最古老的石造天主教教堂 圣古奥斯丁教堂 在1993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不要看它外表简朴 一面可是别有洞天 飘高的屋顶晶莹剔透的水晶灯 华美的雕饰 教堂采用巴洛克的建筑风格 庄严又华丽 圣古奥斯丁大教堂 在16世纪由西班牙人建造而成 经过火灾 大地震以及海盗的掳掠 到现在依然屹立不搖 而它也成为当地人最热门的结婚景点 如果再寻着旧城区的石板道 有客还会来到著名的马尼拉之屋 Casa Manila 一共三层楼的庭园建筑过去是19世纪西班牙富商的旧豪宅 经过重建后依然保留了原始殖民时期的南欧建筑风味 庭园里有高大的石器拱门 精美的贝壳吊灯 花岗沿地瓶 还有好几个古色古香的喷水池 在庭院里可以看到好几处像这样的喷泉 导游说在当年这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走进豪宅内部映入眼帘的是各种精美的古董家具 从欧式油画 中式木雕到纯白蕾丝床 中西合并别有一番风味 而天花板的复杂装饰以及床角的精湛木雕 更是让人目不暇己 西班牙很注重一些比较属于艺术 所以你看哪怕就是每一张桌子 椅子都很多这些雕刻 但是这些雕刻好多也是受过我们中国人有影响 因为中国人之前在这里的陈中城的 那个intramurus也住过一段时间 陈中城的第三大景点 是曾经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 用作皇城和军事要塞的圣地雅各堡 不仅有自己的城墙 外围还有护城车守护 城门上更雕刻着时许如生的浮雕 精美的黑檀木浮雕带有浓浓的西班牙风情 而只要通过了这座城门 就相当于来到了圣地雅各古堡的最中心位置 现在就跟着记者去看看 圣地雅各堡的前院宛若一座优美的公园 有郁郁葱葱的花草 也有梦幻的马车 如果爬上古堡就可以找到临海的炮胎 以及许多深游的水牢 导游告诉我们这里曾被用来关押政治犯 就连菲律宾国父黎刹也是在这里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经常玩历史的余晖 不要忘了菲律宾的城市魅力 马尼拉市区高龙林里还拥有多座世界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娱乐设施 例如今年2月台盛大开幕的大型娱乐城City of Dreams 耗资至少10亿美元 占地超过6公顷 从空中望去 六座金光闪闪的大楼 包围着中央巨大的弹型建筑 气派十足 里面不仅有豪华赌场 精品银店街 以及小孩最爱的DreamWorks互动式乐园 还有Hi-Up Prom Tower Ternobu 三家国际顶级酒店进驻 喜欢大众花一点的 可以考虑亚洲第一大 世界第三大的购物中心 Mall of Asia 由四栋巨型建筑物连接而成 拥有超过上千家国际知名品牌 和本土商店 还有300家美食餐厅 以及奥运级别的溜冰厂 主要建筑虽然只有两层楼 但是大到让你不知该从何逛起 一天就能吸引20万人前来消费 新闻最后有奖真答 请问首都马尼拉的城中城 Intramoros 是由哪一个国家的 殖民统治者建造的呢 观众只要在8月30之前 把答案用Email回复 就有机会获得 马尼拉三天两夜的 五星级饭店住宿 再加上精心设计的旅游行程 各位新闻马尼婷 魏宽菲律宾采访报导